过来摘白菜了啊 新菜这个就是粉的吧 天菜 哦 你撒中里面的 那我菜做 你先吃就去吧 我吃不到你吃饭菜 新菜哈 吃不到 博菜 博菜去吧 天菜 天菜不叫博菜 新菜的 小 好小 现在长得跟韭菜似的 这有两个黄瓜 摘了 这个黄瓜都大 要重新摘啊 这上面的遮阳网已经去了 因为现在温度降低了 中夜温差比较大 晚上睡觉要盖被子了 盐碎菜也长大了 老爸的萝卜 你长好大了 去看一下 哇 这几个萝卜卖了 老爸是觉得现在量比较少 他不想摘 我给他摘了 我帮他摘了 像上面这个叶子还有这个精 都是可以吃的 现在除了这个根不能吃 虾都能吃 现在这个状态 叶子也是很嫩的 现在这个阶段 可以腌酸菜吃 asta呗 哪 我们上五个面子 摘得这么好 太厚了 这个状态老爸觉得还是小 像这种的就差不多可以摘了 有一个拳头那么大了就可以摘了 这个是超级新鲜的菜不知道明天哪个顾客非常有幸能买到第一批萝卜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是没有萝卜卖的 三根黄瓜 真好吃 真好吃 这个快菜名字叫真好吃 现在就不张那条罩 这一批白菜到时候我们把它卖完之后就不再种白菜这里 今天我们种的白菜要比去年少很多了 因为白菜太廉价了 不种了 但是它管理和采收的时候还可以 还比较方便 没那么复杂 可能会种其他的菜 比如大蒜 目前是这么计划的 本来之前是打算没一窝留一颗的现在不留了 年年都是这样白菜 萝卜都不是特别好卖 反正下半年的菜都不如上半年的菜 大蒜好卖大蒜可以 但是我很不相信 我给人家去大蒜回去 嗯 去大蒜回家的时候 嗯 去大蒜回家的时候 ermann 大蒜可以包衫 大白菜可以包心是吧 好 吃了要吃 我大白菜就吃了 这种大的是另外一个品种 风炕七零 这个叫好吃 还有一个叫鲁白六号 还有个风炕七零 一共是三个白菜名字 不同的品种 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挺好吃 属于筷菜还长小一点 鲁白六号和风炕七零 是可以包心的大白菜 但是小的时候摘也是可以当筷菜卖的 这个是真好吃白菜 这个是鲁白六号 能区分得出来吗 看他们的叶子 这个鲁白六号的叶子有褶皱多一些 这个叶子好像平一些光滑一些的感觉 然后这个有毛毛刺 这个叶子上没有毛毛刺 是很光滑的 不刺手一点都不刺 但是鲁白六号有时候是有点刺手的 这一株就是风炕七零 这个风炕七零颜色浅一点 鲁白六号的颜色深一点 他们俩身上都是有毛毛刺的 搞到手上 这个棉棕棕 它的褶皱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褶皱少一些 然后搞到手上就是有点痒 有点刺脑 他们俩的植株形态比刚才那个真好吃 那个品种的植株形态都更大 这两种是属于可以留着到冬季之后当大白菜去卖的 而且它们更耐寒 刚才那个真好吃是属于小块菜 如果天太冷的话就容易冻死 所以我们现在就尽快把真好吃那个菜斩掉了 这两种每一窝就剩一颗 等着让它长大 五百六号包新之后 过了年到明年的春天 它就会抽菜苔 它抽的菜苔特别嫩特别软特别好吃 它比那种专门的菜心还要好吃 它是属于大白菜包新大白菜抽出来的菜苔又软 大白菜出的菜苔又不贵 你看我根本没有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吃菜苔的话 可以买卤白六号 它在这个阶段可以当快菜 小白菜吃 到第二年的早春的时候 出菜苔之后又可以摘菜苔吃 然后也可以吃包新的大白菜 有三种吃法都可以吃 都很好吃 像我们这个阶段 就是卖的它的小白菜的阶段 还有一片地 之前那边是有沟渠的 给白菜浇水的 那个白菜也可以采摘了 搞得很快 因为现在温度合适 等下一批我们摘白菜的时候 就去那摘 来 这咱干嘛 啊 吃吧 吃了 干嘛 你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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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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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吃了 吃了 老爸担心是不是成种 可能会影响发芽率 不行的话 到时候还得重新种 现在又买了新种 去年是没有一个十米森掉 所以我们去年就没有大蒜 别问我们有没有蚊子 问就是没有 还有我们从小这么穿的习惯了 没觉得有蚊子咬 习惯了就没事 可能是皮厚 每个人体质血液不一样 我脚板上穿着这个黑字 有些粉丝朋友想知道我们家菜种的 你们也可以去我们之前买菜种的视频里面去看有详细的展示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借鉴 但是我们是不做推荐的 因为这个菜它也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气候 它的长势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湖南招下界 对 它就在哪里画 好 哦 腿就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